做音乐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局限性 在我就是 任人都二脉全打开的时候 当然它会不断的有新的音乐出来 但只要这人都二脉突然间断了 你就没有办法拿到好的音乐了 对你看我现在从二零一 二零七年十月 出完戏以后开始编曲 编到现在我只编出来了八首歌 十首都不满 对啊然后现在还要拿出来几首 就还是呃缠量还是不行 因为你又编曲又作曲 你整个那个经历都不是特别好 因为各样的就是新的那些 有ID的那些年轻的音乐人合作嘛 对然后也希望可以把自己的最好的 而且我还少了一个写词的人 培养就可以培养的出来的吗 我我以为就是有都是天分 就是写词用它对于词这种敏锐度 包括对于歌曲的这个感受啊 我跟他说主题的时候 他是不是马上可以catch到我的我要跟他说的那些点 能培养出来这个我试试吧 对对对我是吧 我也是觉得这个看得很疼 大家要吃巨资 吃巨资是肯定吃巨资 但是那个巨资还是该省的时候得省 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是太不懂了 一顿乱搞 你知道吗 那不行 就是还是该省的时候得省 该画的时候得画 因为我说了三胎 出来完三胎以后就是最后一胎了嘛 对啊 但是我希望就是每一胎的成绩 跟作品 都能够对得起所有的喜欢我的歌迷朋友 他们来看这个演唱会的 它毕竟是想演唱会是一个 像一个《离生碑是异议》的这样的一个 见面会 演唱会 对这场会对我来说更加有意义 感谢观看